大家好 我是热巴 哇 热巴来了 热巴来了 美不美 好不好 给大家一个惊喜 突然给大家一个记忆 直接上真人给大家 那所有女生 所有佳琪直播间的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们 你们好 然后大家要多多地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 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帮你们请到了 那其实我们两个是在之前微博之夜有遇到过 然后还有一个星光大赏 我们也有在舞台上合作过 所以就是没有想到 就这么快可以邀请到热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是有一个热搜就是前几个热搜 叫做热巴上台领奖的时候 好像去干架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你会走出那种气势感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就是想踩得稳一点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滑 对 那个舞台真的很滑 然后我看到你们穿那种高跟鞋 你怎么可以走得这么稳呢 就踩得实际上 就光张光张这样上台了 然后那个洞土就是大家说 哇塞感觉迪热巴要去干架了 那其实所有女生 美们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 其实我就有一点角色的 潜移默化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把迪热巴邀请来 其实是想好好的在直播间聊一聊 就这一部 它是由华策影视和杭州剧集中心 以及演誉影视 喜恶影视和俨然影视 联合出品的古代传奇励志大剧 长歌行 长歌行要来了 真的很多很多的 就是影迷其实都在一直期待 长歌行的播出 对我自己其实也特别期待 是所以距离就是这部戏 你拍完已经有多久时间了 有一年的时间了 有一年的时间了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机的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机的 那真的是差不多 正好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你还记得一些 关于剧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吗 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有很多 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开机的时候 那天下着雨 然后大家一起拍 然后就觉得 虽然很多像跟我跟吴磊 当时也之前是有拍过杂志 但是还没有很熟悉 但是那天就拍着拍着 大家也都玩起来了 跟导演也就 很熟了的感觉 整个剧组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你第一次进这个组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气氛很融洽 然后很开心的感觉 那其实就是这一部剧 《长歌行》 是讲述的是一个 在逃公主 然后一步步变成 就是现任公主的一个故事 我可以这样子 接地起来 解释这个剧的故事吗 那我觉得还是要 本人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你可不可以 稍微地跟大家透露一点点 就这部剧里面的你的角色 或者是这部剧的一个 就故事线 好啊好啊 就是我当时看了剧本以后 就觉得 他这种成长的线 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他这个精神很感动我 是 而且当时 我看原著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长歌》 她是一个成长特别快的一个女孩 她从一开始 想要有复仇的这个心态 到后来一步一步去了解 这些大人们 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 因为《长歌》当时是个小女孩 小女孩 对 他的舅舅啊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啊 就是他们去为这个 他们在乎的人 在乎的一些事情 去做 勇往直前 对 贡献之后 他就开始有这种包容 大气 坚韧的一些成长 我觉得真的 就是这个时期来的 真的非常好 因为他是讲了一个女生的故事 而且女生从慢慢的 本来说比较柔弱 然后慢慢的变强 对对对 为了自己的爱的人 和为了自己的家人 去勇往直前 然后不顾一切 那种感觉 特别大气 对 三八节要到了 也希望所有的女生 可以跟我们《长歌行》里面 跟热巴一样 饰演的角色一样 就是一直是坚韧的 大气的 然后包容的 一种心态 好不好 也希望所有女生 可以就是越来越好 那既然 就是今天来了 我们就再分享一下 关于这部剧里面的 这个角色的饰演的 你背后付出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听说 这个部剧你真的是做了 很多很多的准备 因为有很多的打戏 对 包括其实它的妆容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就是漂亮的 然后精致的 然后就干干净那种 可能还会有很多泥巴 然后包括血水之类的 所以你在饰演的时候 关于妆容 还是或者说 你弄打戏的时候 你有没有花很多的心思 在准备 因为这部戏的打戏 我们跟武术导演 是第一次合作 那像以前也有跟 武术导演合作过 两三次这样的话 你就会比较顺手一点 打起来 因为你知道它的几个路数 你就会一下就能学会 那这个戏呢 它有专门去为长歌 去定制几套 它的一些打戏 拿剑拿刀的一些动作 所以当时去学的时候 我觉得 很难 对 尤其是第一天拍打戏的时候 我差点晕过去了 因为当时我是想要 就是想要 就是 全力以赴的去拍打戏 全力以赴 而且我脑袋里一直都很 就在想完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打戏 一定要打好 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是第一次拍这种打戏 不可以的 然后在心里就做了 很多很多准备 然后当时去打的时候 我当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 哦 只一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 对 到中午12点的时候 差不多11点多 开始拍的 然后我只吃了巧克力 因为我想 就是我饿的状态 可能会打戏 会更加的用力 可能会更加有那种 要打 或者那种出击的力度 会更大 冲击感会更大一点 对 所以当时就吃的比较少 然后当天就差点要晕过去 所有人都在说 没事吧 没事吧 然后我就开始又吃猛 吃巧克力 去补血糖 然后就开始去拍下面打戏 是 而且我发现 这次剧里面的这个角色 它其实打戏的时候的 一些武器都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比较的短 有的比较的长 有的比较大 所以你在耍这些武器的时候 会有伤到过自己吗 我还好 我以前拍打戏 有用鞭子伤到过我自己 鞭子 对 因为那是用真鞭子 好长的一个鞭子 甩过去 它会弹回来 然后啪一下就打我自己了 就打脸了 因为我之前也拍过一个 很小的一个 功夫主播的广告短片 然后我就是也有那种飞镖 就真的 我跟你们说 在现场是真实的 就是你是一个飞镖的武器 你就直接要甩出去的 对 我就很害怕甩到工作人员的身上 然后我就是发现 就一个动作 一个好看的镜头 一个那种旋转 我真的要拍很多很多遍 是 是要拍很多遍 就一直要拍 一直要拍 导演要抓住你最 那种最好看的角度 对 而且动作也最好的时候 其实真挺难得的 拍十条钟 可能只有一条最好 一条才可以过 好不好 我的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其实长歌行 还有一些我了解到 就是其实长歌行 剧组当中的一些造型 也是专门为这个角色来定制的 是的 然后包括今天 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 热巴在长歌行中 穿的一些经典的 造型的服饰 是造型那个服饰的本人来了 不是我们又重新去复刻回来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两套造型 再让热巴给我们来 好好地讲解一下 好不好 来 我们转个镜头 哇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 就剧里面真的 每天都有穿的戏服 我以为我们要过去 不用不用 我们就不用断了 我们就不用直接切 我最好不准备了 幸好没穿高跟鞋 直接切就好 所以这个是真实 你在剧里面穿的衣服 对对对 第一套这个 红色的 穿着红袍子的 当时是那个圆柱上面 就有一个 这样子红袍的一个造型 是 然后这一套是当时 刚从那个宫里离开 要去有一些 去到那个 那个第一个 我到的那个县城 我忘了没 对不起 就拍完一年了 就拍完很久了 到了第一个县城 对到第一个县城的时候 会穿这样 因为当时还下雪 其实就是这个镜头 对对对 对不对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镜头 是的是的 握着那把短刀 然后 踏到得到打倒 没事 对不起 没没没 刚刚你说的是什么 对 我刚才自己突然想到 一个绕口令 所以 刚刚那个绕口令是什么 踏到得到 到打倒 踏到得到 踏到得到 到打倒 踏到得到 踏到得到 短刀掉 踏到得到 到打倒 好 我们过 哈哈 这真的口条很顺耶 所以你在剧里面 不会要说绕口令吧 不会 好的 笑我一跳 我刚刚刚刚才说什么东西 好 第一个造型是我们这个红袍的造型 就是你刚刚离工的时候 然后去到一个小镇的路上 大雪天气的一个造型 对对 第二套造型是一个比较偏素雅的 然后有点淡蓝色那种造型 那这套造型的话 你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是你这个造型是什么时候 还为什么要戴一个草帽 这套造型是我后来在那个 又忘记了 完蛋了又忘记了 就是和一个前辈去了解我的道在哪的时候 穿的这套衣服 然后戴着帽子 当时还有一个那个白色的脸 对就是为了上试级的时候 不被别人认出来 所以这两套衣服都是他在 就是长歌行里面会全是两个造型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 好不好 那今天呢就其实 就是我也想要让你在现场去演绎一下 就比如说你剧中可能用到的一些 就是就是武打的动作的pose 可以教我们两个吗 所以你可能会经常出现了一个 比较好看的pose在剧里面 或者比较帅气的 就是拿一把刀这样 就很多拍照的时候会用到 OK就是你拍定装照的时候 对对对就跟这个差不多 跟这个差不多 但是是这么抓着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样滑一下也会很帅 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会自己给自己配音吗 会在心里会唱歌 我也会 有的时候不放歌 但是我在心里会给自己唱一首歌 我也会 你知道我拍那个功夫主播的时候 也是我拿那个飞镖吗 他说你要有那种大侠的感觉 我说什么样大侠的感觉吗 他说这种 就是那种那种武器 穿过去感觉 我就说好多我知道了 小李飞刀 就会自己配这种鱼 所以原来你也会配鱼 让自己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 对 是的 好那就是在 就剧 我们刚刚就十几分钟聊天时间 大家应该对 热巴在剧里面饰演的 李长哥的一个形象 应该有一定的小定位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得上 可甜可咸 然后又A又萨的一个 可甜可咸 可甜可咸 可言 咸是有多咸呢 可言可甜 我刚刚说的什么 可咸可咸 可甜可咸 所以应该是 打了言了 所以应该是可甜可咸 可甜可言 哦 可甜可言 感觉 逗到她的笑点了 感觉 吼咸吼咸 可甜可 言 然后又A又萨的一个女生的形象 然后也是一个不断 我觉得变勇敢 然后变更加的大气 要更加帮容的一个形象 那接下来我们在直播间 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能文能武的热巴的一面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游戏 叫做锤子的游戏 怎么锤呀 就是真实的锤 哦 对 就是我们两个要 就是一个盾牌 然后一个锤子 然后等一下我们手脚 不 看谁拿盾牌跟拿锤子 好不好 对 自己说的可以选 来手脚 不 我拿盾 是吧 是这意思吗 你也可以拿锤子了 那你拿锤子吧 我看你有多快出手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就是一共五道题 然后我们 就主播会问大家五道题 不好意思搞错了 我搞错了 放下 就是我会提问 然后回答对的人 是锤打对方的人 那另外那个 就答错的 你可以拿盾顶一下 但是要锤手 必要不要锤 哦 懂了 你懂了吗 这个还好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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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个 这个 哈哈 你没有必要 一直锤头了 还要过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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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 把话筒放远一点 我怕整个话筒都飞出去 所以就是看谁先抢是吧 对对对 好好好 懂了 懂了 我懂了 我懂了 好了 来吧 来吧 遇到题 热巴的动画人物名字叫 我说吗 说出来 迪丽冷巴 耶 你你你什么时候 还有动画名字 啊迪丽冷巴 就有一个动漫形象来着 前两年 是 对 啊迪丽冷巴 他短短退出了萤幕 他已经退圈了 为什么退圈了 没有 只是今年 没有那么多人 经营他 迪丽冷巴 对 哦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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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反应 这完全反应过来 来不及来 第二问题 大盘鸡中 最主要的两个食材是 土豆跟盘 不不不 大盘鸡 不不 鸡肉跟土豆 土豆跟盘 土豆跟鸡 你要吃盘 不大盘鸡 土豆跟鸡 是大盘鸡 对啊 辣椒没有吧 大盘鸡有辣椒吗 那也有辣椒 看口味 看口味 大盘鸡有辣椒 所以谁对呢 那所以土豆是必须品 土豆是必须品啊 就鸡跟土豆 一定是大盘鸡里面的 还有一个盘呢 那你已经来不及了 我都打完了 好好好 来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要大家对你退出 好吧 好 买他这首歌是刘伯鑫 和谁一起演唱的 李嘉琪 他这个垂直到他手上 同时 OKOK 来来来 我们再来一遍 最后一道 还有第四道 前两天的微博之夜 具体是哪一天办的 微博之夜 微博之夜 阿月 是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因为我向剧组请假了 所以那天你是 向剧组请假摇出来 所以现在还在 正在拍一部新剧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又可以 再期待一年 是不是 又再期待一年了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吗 最后一道题 热巴在长歌行中 饰演李长歌的身份是 公主 大唐郡主 耶 不是公主吗 不是公主吗 不是公大唐郡主 郡主 所以最后是大唐郡主 不是 最后退去了身份 退去了身份 然后归隐了山林 没有 当然大家看就知道 大家看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好了 那我们刚刚是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 就是互动问答的一个 就是环节了 那我问你答了 因为这大家非常 我收集的大家非常想要听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电视剧长歌戏 应该是你 男装造型里面 最多的一部戏了 对吧 那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对你来说 一个妆容的挑战没有什么 其实他没有什么挑战 我是觉得男装会比女装更舒服一点 穿起来 他没有那么多的竖腰的 然后对 然后没有那么多头饰 所以会更轻便 对 每天化妆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 所以你 你以前拍戏的时候 画过最长的一次妆 是多久 两个小时 长 那个如歌 两个小时 那在画 你的 这么漂亮 应该没有什么 我觉得要多画 是穿衣服 画了那么久 头发会弄很久 头发大概一个半小时 那个凳子后来 杀青的时候都薄了 被做薄了 真的 你剧组里面的条件 那个质量应该也不太好 凳子都做薄了 因为化妆 好啦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听说长歌行里面 有很多草原的戏份 然后你觉得和以往拍戏的体验 有什么不一样 就这种场景感 有什么不一样 场景感会觉得 你真的到了那种草原上 其实我们是在 东阳附近去拍的 但是剧组就设计了很多那种 那个叫什么 粘房啊 蒙古包啊 在那边 就感觉不像在棚里面拍的那种 就置井的感觉 对对对 是天然的井的感觉 真的在一个大草坪上 那天气的影响 不会耽误很久的时间吗 会 下雨的时候就只能等着 是 就在外面 如果万一突然下雨了 突然变天了 阳光没有了 就开始等着 对 好的 我还想再演讲 你那等着的时候 平时在干些什么呢 刷手机 买里加机制墨店的东西 我觉得刚刚通过你那些什么 就是绕口令啊 还有那个什么 可行的那种 可能很喜欢刷短视频吧 应该是 有 有的会推送 会推送给你看那个短视频 好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长歌行的时候 其实正好是酷暑 对吧 其实在 就是 夏天的时候 你在剧组里面 怎么样做消暑的秘籍 或者你自己怎么样 保持自己的皮肤的状态 因为容易晒嘛 就把做演员 就非常非常日晒雨淋的感觉 对 其实就是做好保湿 比如说一定要 擦完那个防晒霜 然后还要再喷一个那种防晒 防晒喷雾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要每隔 两个小时要喷一次的那种 所以你的 你的护肤秘籍 就是要做防晒 对做防晒 然后多喝水 平时要多吃水果 那夏天正好有很多水果 是 好 我觉得大家应该 还很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女生比较感兴趣 就是你 就美貌这一面 就是你如何保持 自己的身材 应该是不吃吧 因为刚刚刚刚 你刚刚说只吃一块巧克力 我刚才看到你们准备了蛋糕 我还吃了蛋糕 你吃了蛋糕 我会吃的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导演会告诉我说 哎 最近有点胖 然后我就会去 想刻意要去稍微的剪一点 我跟你们说 真的你们可能没有见过 迪丽尔巴本人 他真的 我感觉我 就是两年 我见到他两次 就这么近 见他两次 没有一次是胖过的 就这么瘦了导演 还说你胖 因为有的时候上镜 它是那种宽一点 我们这也是很宽的屏幕 但是很瘦啊 对不对 真的很瘦啊 那就是最近维持的比较好 所以最近维持身材 有什么秘籍吗 就是早上我会吃很多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妈妈会做饭给我 对我就不吃其他的零食 或者他妈的一些东西了 就是把零食戒掉 然后就是早上 跟中午吃的比较多 晚上基本上不吃 晚上也吃 但是就看有啥好吃的 就不会再像以前 必须得吃 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 其实还是一样 就第一个克制 第二个要 就是还是要运动起来 大家一定要运动 去保持自己的身材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点 就刚刚他说的 要做好什么 仿晒 因为仿晒对皮肤的 保养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其实刚刚前面聊了 这么多的 关于这部戏里面 你的一些小 有趣的事情 跟你付出这些东西 然后热巴在剧组中的 演技和表现 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后 多多的期待 跟多多的关注 我知道这个剧 还是没有定档 没有完全定档 所以大家就是 一定要多多的期待 好不好 那接下来 我们说到演技 然后我也是有出演过 就是一两秒钟的 电影跟短视频的人 那我们两个来 玩一个演技大考验 好啊 我们输的就直接 我加码 发万元红包给大家 好啊 毕竟今天你的 就是粉丝都过来了 我们就发万元红包给大家 就看演技 看谁表演的比较到位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 两个这样的板子 这样的板子的话呢 就要放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吃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动作 然后你们要猜 到底谁在真实的吃 或者谁在真实的 做这个动作 好不好 好啊 我跟你在你面前 我真的是 我有点害怕我的演技 我就可能是最浮夸那种 好了来 第一个 我们的考验是 看谁在吃酸奶疙瘩 因为你很喜欢吃酸奶疙瘩 对 但是你知道 我们的导演 为了让你吃到酸奶疙瘩 跑遍了整个 乌鲁木齐 都没有买到 你喜欢吃那一款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 我们就做了一个 酸奶奶酪疙瘩 而且是超大一坨的疙瘩 可以从网上买 因为网上买来不及 然后我们这两个同事 在乌鲁木齐那边 然后他买回来 他找了 很久就没有找到那个 所以你试试 就这一块酸奶疙瘩 好不好吃 这就是公本神气 其实有很多粉丝 就看完我 我喜欢吃这个 然后他们就去买 然后我就看到 他们在那些店家下面评论 说你这什么东西 差劲 就给了差评 不好吃吗 因为这个 你没吃过对不对 我没吃过酸奶疙瘩 我下次带给你 就是那个 真实的那个是 酸掉又臭掉的味道 就是酸酸臭臭的感觉 就感觉你以为 它已经过期了 那你试试这个 我们帮你定制的酸奶疙瘩 吃这个吧 这个没有沾那个酱 好吃这个 那我们每个人都 我们两个人每人都拿一点 看谁吃了酸奶疙瘩 然后大家可以刷屏说 李佳琪或者是迪利尔巴 然后我们就拍照 我们拍照 就答对的女生 我们就会送上 佳琪送给大家的 一份美妆礼物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谁 错的比较多 或者是你们猜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发万人红包给大家 好了 酸奶疙瘩 我试一试 一个人真吃一个人假吃 一个人真吃一个人假吃 那 谁真吃谁假吃 我们眼神交流一下 好吧 那看谁先下嘴 你确定 是这个样子的味道 你这个 所以是谁吃了呢 你们觉得是我吃了 还是迪利尔巴吃了 赶快刷屏刷起来 没有人猜我 我很 演技拙劣 我真的完全没有 万花从中一个李佳琪 我太心酸了 所以你们真的觉得是 热巴吃了吗 女明星晚上是不吃东西的 她的经纪人正在她的对面 不只让她吃东西的 好 那我们三 二 一 截图 所以这个答案是 热巴吃了 对 所以好吃吗 不好吃 真的好 好在吃 哎呦 真的 这个味道比我那个还臭 太臭了 真的 一点也不好吃 这什么东西 还非常有心思的 做了这种 果酱 这不是粘果酱吃的 就干吃 这干吃的 所以她那个硬度会是像这种吗 不是 它是硬的 就是很硬很硬的 对不对 我心目当中的酸奶疙瘩 是硬硬的那一种 不是那么软软的那种 好的 真的 她在红楼里给我打招呼 下不下不去 你喝一口水吧 你喝一口水 辛苦你了 真的 不太行 我吃了一小口 就觉得真的难以瞎眼 好了 来 我们恭喜 那 因为今天有你的很多粉丝 所以你可不可以念一下 这些就是她们的名字 说她们打对了 然后她们来领礼物 第一个是 A111 完蛋了 让热巴念ID可能有点太难倒她 恭喜第一位是AA111 第二位是Candy 03331 第三位是020RLSS 第四位是吴小蒙林 恭喜四位女生 恭喜四位 恭喜四位 把你们的新闻电话和地址 给到我们宝贝链接的药客服 我们送上 迪利热巴的签名照一张给你 好不好 送上迪利热巴的签名照一张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 那第二个问题 你们俩要假装涂口红 让大家猜谁是真正涂口红的那个 好 OK 所以有两只口红 这是热巴的 这是新的 好 来 开始了 我们要涂口红了 我们要开始涂口红了 你们要猜看谁涂了口红了 就是我们要把上半脸露出来 好 好 来 3 2 1 来咯 你们觉得谁涂了口红 来刷屏吧 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来吧 我们倒数三个数 我们截屏了 3 2 1 来咯 好 其实是 你涂了没有 刚刚我都没有看到 我没有涂 我涂了 变好红的嘴巴了 对 我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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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看看中奖的女生 那恭喜我们的青青 类 然后第二位是90924 第三位是梦兰 第四位是99元 第五位 第四位就是99元 对 好 第四个女生 恭喜拆了李佳琪 打对的女生 我们有礼物送给你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了 那我们的互动就到这里 我们马上会把万元红包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 迪雷热巴的新剧 我们的长歌行 然后我想请热巴在最后 可以让就是你送给我们所有女生 一句2021年的话 或者是你用剧中的角色 来送他们一句话吗 送给所有女生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2021年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爱自己 然后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有想要的东西 一定要努力去争取 然后有喜欢的口红 一定要努力工作去买它 是的 然后有喜欢的 我们李佳琪直播间的所有东西 你们喜欢就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 用最优惠的价格把它拍下来 突然过去了直播间的广告 对 我的天 你真是 我真的这个广告 我要花好多好多钱 我的天 热巴在给我的直播间做广告 Oh my god 其实就是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和自在的方式去爱自己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就是用喜欢的方式 跟自在的方式去爱自己 就不要为了别人而活 也不要为了 就是什么 就是话语而活 就是要为了自己而活 要爱自己 好不好 那最后可不可以请 李长哥 用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来跟大家告个别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因为等一下还有很多的 因为他现在还在剧组 所以今天真的来 我们直播间非常非常难得 那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叫做 愿有生之年 得见圣世大堂 圣世大堂 对 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 跟大家再做最后一个 一次道别 嗯 嗯 我们这个话说很厉害 你要不要试试看 喂 喂 我感觉我在那种大卖场 现在 哈哈 我愿在 愿在有生之年 得见圣世大堂 呃 对 也是 也是希望大家 你又来干架了 是不是 呃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电视剧长歌行 感谢大家 拜拜 真的 谢谢大家支持长歌行哦 谢谢热吧 辛苦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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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下次来玩 下次来玩 期待期待期待新剧 谢谢